大家好 我是John 卡納跟Alex的好朋友 今天非常開心受到Alex的邀請來這邊採訪他們的愛情故事 但是你們知道嗎 卡納昨天打電話跟我講了另外一個版本 什麼版本呢 跟著我一起去看吧 快點 跟上 所以Alex你跟卡納當初是在怎樣的姻緣機會下認識的 就TAS學妹高中學妹 那時候其實沒有很熟悉可是認識這個人 然後就一直到有一次過年的時候 卡納他候補機票要到台南 然後跑來找我幫忙說能不能把他候補上 我拜託了我爸爸媽媽 然後結果就候不上了 可是他候不上之後呢 也就沒有跟我任何交集了 可是我深深地認為 他是不是來找我其實是有其他目的的 好煩喔 好想吃戰軍 聽聽聽說那家起家雞超級紅的汗屎炸雞 頂不到 欸欸 學妹學妹 你剛剛沒有看到我站在樹下這麼帥的樣子嗎 有啊 然後咧 那你不覺得學長搭配這個陽光 還有這麼帥的姿勢 讓人不僅想多看兩眼嗎 天啊 我想要訂起家雞訂不到 起家雞 學妹你想吃起家雞嗎 拜託讓我幫你訂吧 天啊 不要再吵了 不要再吵了 學妹拜託 讓我幫你訂起家雞好不好 回去幫你的姿勢 不要吵了 學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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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幫你 好 我幫你訂 學妹 拜託 好爛 你只要你不要再放我大腿了 真的嗎 來 學妹 這是你要的起家雞 不要太感動 謝謝學長 謝謝學長 欸 卡納 你的書啊 卡納 卡納 你的書 所以自從高中之後 下一次跟卡納見面是18年後 同學幫你站感恩節辦著相親Party 為什麼當初女生這麼多你沒理他們 卻只留卡納的WeChat 想說卡納那麼正 她身邊的庫存 一定也那麼正 這個女生 她的一些方式一定要留下來吧 對吧 我腦中怎麼會有這種畫面 起來太怪了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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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anium 有的辣 學長你配的是什麼 好帥喔 你說的是這個嗎 安保高校抗菌液 是由沉水加上綠化鈉 搭配滿滿的愛配置而成 輕輕地噴 就能殺死99.99%的細菌 實在是 居家旅行 必備單品 幹嘛呢 我來試試 哇 這麼好的產品 我一定要介紹給我姐妹 Dina 過來過來過來 這是Alex學長 哈囉我是Dina 學長說 在2020年 每個人都需要一瓶安保高校抗菌液 你好我是Alex 這個 Tana我可以用一個WeChat嗎 如果到時候你安保 用完的話 隨時Tax我 我馬上送給你 所以在感恩節的時候 Cana介紹很多女生給你 但是你卻一點都沒有心動 反而只跟Cana保持聯絡 為什麼呢 為什麼我沒有心動 我想一下應該 他應該是利用他的朋友來靠近我吧 因為每次聚會的時候他也是搶著跟我講話 所以我也沒什麼時間跟他的朋友聊到天或是什麼 那生日會的時候蛋糕是誰幫你準備的 生日會的蛋糕是Cana幫我準備的 你看吧 我就說他應該花了很多心思去了解我的生日什麼時候 幫我準備蛋糕這些的 我深深的懷疑他是不是哈了我很久了 那為什麼會選擇在生日那一天跟他告白呢 他的確很用心 也很主動 所以 我還能怎麼辦呢 我再不告白的話 那 我還是男人嗎 祝你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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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你們怎麼知道今天是我生日啊 其實今天全部都是Cana幫你準備的 好 好 你們先聊 謝謝你為我準備這一切 其實我還有很多沒有要介紹給你的 真的嗎 來吧 說真的啦 我還有很多女生可以介紹給你 例如你看你看Melody 她的五官超級深邃的 然後鼻子又高 她長得有點奇怪 還是那個這個呢 她就是長得比較 就胸部比較大啦 蠻大的 覺得如何 真的嗎 但是我覺得她們長得太普通了耶 什麼 真的嗎 真的嗎 好啦 等會兒那我再找一下 Kana 不要再滑手機了 Are you option Excuse me Are you option 你是認真的嗎 Are you o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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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proud of myself Are you option Are you option 所以在你使出你的大絕招 說了Are you option之後 然後你們兩個在一起 在一起之後 她有特別做出什麼 讓你非常感動印象深刻的事情嗎 有一次我在國外 那我準備要回台灣 前跟Kana通電話 那時候我人很不舒服 她可能從我的聲音裡面 聽得出我感冒蠻嚴重的 結果隔一天 我到台灣的時候 她沒想到她已經在機場 等著我帶著感冒藥 然後當時看到她的時候 的確非常感動 那在一起之後 是怎樣的感覺 讓你覺得 She's the one 其實我們之前 有出過幾遍 一起旅遊 當然旅遊的時候 一切都很甜蜜美好 可是最重要的是 即使在最 平凡的生活裡面的時候 像比如說在家裡看電視啊 都不會感到 有什麼無趣的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 永遠可以給我 驚喜跟快樂的一個人 讓我覺得 往後的日子 是可以跟我 走完這一輩子的 一個人 但是在怎樣的時間點 讓你覺得 啊這個女生 讓我的膝蓋很軟 我必須要趕快 單腳下跪 然後跟她做出 很驚人的舉動求婚 那時候Kana準備要回 日本工作 接到一份工作在日本 那所以 當時我就覺得 必須要做一個 比較大的舉動 所以才立刻 上網訂機票 然後準備帶她出國 給她一個 很大的驚喜 那她有被驚喜到嗎 應該有吧 對 針對 我們今天來簡單做一下 你的一個 快要步入 粉墓的人 我們做個專門吧 好不好